好,2012总统大选我们带你来关心民进党的台一线巡回活动 最后一天早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是到桃园扫街拜票 民众在这边是很热情,支持呐喊 蔡英文也收到了不少大红包 而被问到是否有意组合联合政府 小英倒是卖了个关子,只说晚上到凯道听演讲就知道 连续11天的台一线巡回活动 小英把是全台跑透透 最后一天来到桃园扫街拜票 乡亲们挥舞旗帜支持 在台上的蔡英文一一跟大家握手 不过乡亲们似乎太热情了 害小英差一点被拉下台 身旁随乎急忙挡架 才把小英给拉回来 桃园乡亲除了支持呐喊很给力 连钱也给得很大方 还没算,刚才又弄了好多 全台湾的人都很慷慨 谢谢大家 小英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看看手上这一叠厚厚的钞票 还混着红包袋 少说也有几万块 而被问到是不是有意组联合政府 小英倒是卖了个关子 近来有些媒体的马路消息蛮多的 所以不要被这些没有定证实的马路消息所引导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今天晚上大家仔细听就会知道了 台一线最后一天结束桃园行程 蔡英文最后要回凯道 举行国阵演讲会 会不会把联合政府构想 说清楚讲明白 令人瞩目 专系统网术明的物与SN小组 桃园报道